這個我們上次分享的就是用講的 有一個叫遜飛語音 當然有還有其他地方 你可以 看我們上課錄影片也沒關係 那我們上次呢在這個地方 就是 有介紹他 但是呢有些 我們在切換輸入法的時候有些找不到 所以 他現在我找到另外一個 像這個上課的 iPhone的 iPhone那個切換 語言在這邊 那麼 如果是那個什麼 Android的 現在可以從哪裡 可以從這個地方 你進去之後這裡 鍵盤就有一個切換輸入法 你按下去就可以選擇其他的輸入法這樣子 好其他輸入法那 這裡呢我就實際做給大家看一下囉你看 來這裡 這個 這個點下去 點下去 有沒有叫一個切換輸入法 這樣就可以換你其他的輸入法 好那 你呢還沒有體驗過的沒關係我們試看看 你看看 我們用講的 他除了幫我們 輸入進去以外 還會 還會 再加上 標點 符號 今天有一點落差 哈哈哈哈 哈哈是有用的啦 哈哈哈 有加一個句號而已對不對 好啊其實像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播可以在下面這邊有一個 豆點 哇 這個豆點 這樣也可以加進去 也可以加進去 那所以 這個是 他的優點 然後 那我們上次呢 還有用什麼 如果你在這邊的話 你用的是所謂的 半瓶手寫 就是手寫的 嘿你也可以用手寫的 這樣子的話呢 你 點進去 對不對 喔對對對 所以說 你如果變成那個等待時間 要長一點 那要怎麼設 你可能要進到那個裡面去設定一下 你如果說 對對對 那個你的那個設定 在這邊有一個 更多設定 對 對 如果你希望說你手寫的那個要長一點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他有一個輸入法設置這裡 有沒有 輸入法設置這邊 我們看一下 他有一個手寫 叫什麼手寫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台比時間 嘿 台比時間 手寫的靈敏度就看你 好看你 你的台比時間 久一點 他就等你 他就等你 好所以 對對對 這個就看你了 預設 400ms是毫秒 所以就是只有0.4秒 1000毫秒等於一秒鐘 等於0.4秒會等你 車 加第2筆第2筆第3筆第4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我有時候沒有寫那麼快 你就這個地方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也可以 一輸入法則 那種 你對 有沒有 對 如果我們講出來 他那字是同一的 要怎麼去接 哦,來,他這裡,你看我們回到這邊來 如果說 比如說我講了一段字 結果他有錯誤 你就這邊 你就是原來跟原來一樣,你就看移到這邊來 比如說這一段字,對不對,一段,那你錯了 我們下面這邊是不是有倒退的 你就倒退 那你再講,或者你再切到你的手寫 再用手寫的方式也可以 一般來講,就是如果只有錯一個字兩個字,我通常都用手寫的 因為那時候你用講的,他不見得辨識的比較好 而且他停很久 你如果停很久,你就直接在下面告訴他,我講完了 沒有下面有一個,下面有一個真的 你看一段,一段,那他會有下面這裡是有相關的字就跑出來 相關詞 比如說一段上文,你看點一下,他就自動 換了 對不對 自動換了,那我剛剛講就是說,如果你在這邊 OK 講了一段之後,他 沒有停止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叫說完了 你就可以直接 按下說完了 有沒有,我就按下說完了,他就停止辨識了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因為他們兩個回去有用 所以 就會有發現另外的問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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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